就是不久的将来要完工 内部本身自己提供的工艺的服务 就非常完整 新北市国光社宅临近台北大学 三峡老街生活机能 没话说只是工程还在进行 现在却爆出包商欠款遗云 个人跟另外一个包商的话 大概在100出头左右 100多万左右 当运没给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退场了 工地现在真的蛮缺劳工的 他也说我们在那边住很久 都了解所有的工程状况 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回来住 可是我们有跟侯老板诉说 我们真的是没赔到钱 下游的甘先生 以及另外一间厂商 去年开始承揽工程 单月工程款共约100万 明明中包有支付费用 下面的承包商却疑似卷款落跑 虽然多次催讨人被置之不理 遇到困难了 也快过年了 因为我觉得国家工程 应该是很稳的 可是这算是上包的关系 就担心受害业者年关难过 中包伸出援手 并写下承诺书 预计在1月18号 带电100万元 提下游厂商灭货 有关小包承情 乃协议厂商间的债务纠纷 属民法司权 市府从去年至今 以多次积极协调 将持续给予法律上的协助 国家二期青年社会住宅 将提供921户居住空间 预计2024年5月完工 眼看就快要大功告成 却在过年前爆发争议 受害厂商只希望能如期拿到费用 比让底下工人跟着吃苦 三社陈翔新仪 新北西方报道 三社陈翔新北 Mari 三社 Fear 感谢观看